看一下那这个1到42应该还记得吧 1到42这个表格怎么产生的还记得吧 以后的话是要来考个试 请问请你用两个函数做出1到42的表格 第一个当然你要插入什么呢 插入那个参照对不对 里面的color先产生什么 产生1到7 应该没问题 第二个产生倍数 加上呢 它现在在几列 就是roll 小瓜糊 减掉3 为什么减3呢 因为它这个这一列不需要加上每7加7的倍数 所以把它先减掉 然后再乘以7就可以了 乘以7之后打勾 向右 向下 我这个1到42的表格就出来了 所以未来当然还有很多地方会用到这个地方 这个后面再来看 其实像那个 后面有一题那个什么百家信 文字游戏也是一样 百家信有160个信 要把它一个 储存格放一个信 总共160个也是类似像这样的概念 所以你以后有一个大的资料 要分割到另外一个地方 也可以用这个Cowan跟Raw把它完成 好 那第一个就是1到42产生之后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需要再产生什么 我们刚刚的问题 几个问题 第一个 主要 然后就回答这个问题 到底这个月有几天 还有第一天的位置 就是它应该放在礼拜七 那这两个问题完成之后 这一题就可以做出来了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本月的其实就是 这个月份的第一天是哪一天 那前面我们讲过 就是利用Date函数 先抓年 再抓月 日的话一定是第一天 OK所以按确定 那就是2016的12月1号 那本月的结束日 所谓的本月的结束日 其实主要 我们不是要12月31号 而是我需要知道 这个月有几天 那这个月有几天呢 就31天嘛 所以我应该怎么做 其实本月你可以插入函数 里面呢 利用日期与时间函数里面的 有一个叫 其实里面找找看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边有个E-O-month 这个E-O-month E指的是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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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名思义 就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 是哪一天 所以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问你start day 就这一天 month的话呢 是相隔几个月 如果同一个月的话 那就是零 它就会告诉你什么 这个月的最后一天 是哪一天 但是它回来的话 有可能是一个数字 如果它回来是一个数字的话 那没关系 按右键 把它储存个格式 格式化成一个日期就可以了 它回来就是 12月31 可是我们其实要的 并不是 这一天是哪一天 我们要的是 到底 怎么样 我们要的是最后那个数字 就是天数 所以呢 最后你请你把这个 这个公式解下来 再插入一个函数 利用那个date 因为我只要抓什么 抓它ymd嘛 我只要抓那个 最后那个d 31对不对 所以你在用date 把刚刚的东西贴上 按个确定 那回来的话 记得 它如果是一个日期的话 请你把它改为通用 就是31 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月份 有31天的意思 应该可以懂这个意思吧 所以我先抓哪一天 再把那一天的日 抓出来就好了 那第一天在哪个位置 第一天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weekday 所以呢 weekday的话呢 这边有个weekday OK 然后weekday的话呢 它会问你说 这个这一天 它是按确定 5 那5的话 基本上呢 我们其实是怎么样 是把 这个日 因为美国人 礼拜天第一天 所以5的话呢 基本上是哪 放在这里 4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呢 它应该移动几个位置 1 2 3 4 有没有 可是它5啊 所以实际上 特别说 它本来有 本来在1嘛 所以如果说你将来 用减的话 减掉5啊 它会往这个方向跑 但是问题是 它原来有1 所以你要把这个1加上去 不然会跑过头 会跑到这边来 OK 好 那我们有这两个讯息之后 那我要怎么样快速的 可以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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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年利给做出来 其实就很简单的 首先的话呢 把这个公式里面 再加上一些东西 加什么东西呢 基本上哦 就是 column的地方 就它编号怎么样 你可以把它减掉 减掉哪一个呢 减掉第一天的位置 我刚刚讲过 减掉之后呢 它会变成 跑到礼拜五 所以要把它原来的1 它原来 第一天嘛 加1 那记得哦 因为等一下会向右向下 所以请你把它怎么样 把这边锁起来 L4间锁起来 打勾一下 好 应该知道吧 先减掉第一天的位置 把它原来的1加回来 好 按打勾之后 那你会发现哦 向右 向下 等于是怎么样 它的1 没错了 就在这个位置 所以第一天的位置 OK了 那再来的话 我需要怎么样 几件事 把小于1的部分 怎么样 删除 那删除通常 我们可以用逻辑判断 如果它小于 就填上什么 空置串 如果它大于 31的话 也填入空置串 这样的话 势必怎么样 这些也删掉了 这些也删掉 最后看到的话 那就只有什么 只有这个1到31 应该可以理解那个逻辑吧 那只是说要怎么公示 要怎么下 一样 油标再放回来 我刚刚只有先加这个 OK 那现在的话呢 再把这个公示 再剪下来 做什么呢 插入一个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里面的话 这个逻辑是 如果这个东西 就是再把它贴上 如果 它有两 应该有两种吧 一个是 前面 对前面 如果它小于1 或者是大于什么 大于31 那我就把它空置串 对不对 反之呢 跟原来一模一样 对啊 没有错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我今天 把它 因为你已经选择结束日 有没有 31天了 有没有 如果2月的话呢 29天 有没有发现 因为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是根据上面这边来的啊 对不对 所以上面改了 那 有没有 这边也会改啊 联动的嘛 OK 应该可以懂得到的啊 所以你不用管 哪一天 因为它自己会去抓到 endle 就是总共几天 所以呢 我只要怎么样 我只要 把那个逻辑做出来 答案就做出来 所以呢 那逻辑怎么下 这个先减下 这个前面 我没有讲过吧 如果有两个逻辑的话 一个是小于1 一个是大于30 那两个的话 我习惯用偶尔 直接打上去 或者当然你可以 再插入一个偶啦 不过我觉得 打一个偶或 那把这个贴上 贴上之后 如果小于1 再逗点 特别之后 这个要自己打上去 小于1是 这个最后完 最后这个结果 小于1 或者再贴 等于贴两次 然后呢 大于多少 大于这个 这个位置 记得把它锁起来 因为等一下会向右 向下 然后后刮弧 其实就上面这一串 有没有 这个要偶尔自己打 然后自动 再加一个前刮弧 这个贴上去 这一段就刚刚那一段 这个自己打 小于1 豆点自己打 再贴一次 然后大于L3 这个要自己打 后刮弧 OK应该可以懂 这个应该前面有讲过 类似的东西 只是说因为这一串太长了 那如果为触的时候呢 那就是空置串 那反之的话呢 再贴一次 所以基本上 我们刚刚那个公式贴了三次 应该懂那个逻辑 这三次 习惯就好了 因为以后就把它当一个物件 贴三次 这样最简单 你就不用管了 反正我贴上去 注意一下细节就好 好了之后呢 按个确定 你会发现呢 因为它已经小于1了 所以小于1的部分呢 通通都不会出现了 那大于L3的也不会出现了 有没有 那所以你想说 那我改成11月可不可以 你会发现11月就出现了 那怎么验证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拿这个来验证 11月 有没有一模一样 30天 有没有 OK 所以以后呢 每一个月份 你上面一动的话 因为这个动了之后的话 上面动了 下面这个也会跟着 因为这个是去抓它 这个也是去抓它的 所以基本上 也会跟着连动 那你会发现10月的话 应该也是都一样 因为它是礼拜六 是第一天 总共会有31天 其他就不会出现 应该OK吧 那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1 这个用什么 end of months 外面 再包一个date 为什么 因为我要 它end of months 回来是 10月31 那我要抓31 所以外面再包一个date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第一天的位置 用vdate 这比较简单 然后呢 再配合什么呢 配合那个current 就是在这个地方 先减掉 它的第一天位置 记得把它第一 它自己原来位置加回来 然后呢 再把这个地方的公式 分别用贴的 用逻辑判断来贴 贴完之后 答案就出来了 OK 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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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